同学们大家好 很多朋友会给我留言说 在跳舞的时候 手臂呢比较松弛 没有力量 我们在跳舞的时候 虽然追求我们的手臂 要松下来就有美感 但同时呢 你的手呢 要有 跳舞的时候 一定要有质感 和我们的力量 那我们的力量 如何训练呢 很多人会发现 他的手臂下面 会有很多坠肉 我们的手呢 看起来就是 非常松弛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手臂 那我们就如何 去把我们的手臂 把我们的手臂的线条 以及我们的肌肉塑造的 一个非常完美的 一个形态呢 好 每天两个动作 就可以坚持一周 试试有什么改变吧 好 首先呢 我们把我们的手臂呢 形成一个90度的 一个夹角 两个手臂 好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进行一个 合 开 合 开 合 开 对 我们这个动作 是我们的第一个动作 进行一个开合的训练 好 一组15个 每天做三组 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手臂的 上下 上下旋 上下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的肌肉呢 会有一个内旋 跟外旋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在训练 你的肌肉能力 以及你的塑形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在进行 上下旋转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每组呢 可以做15个 然后呢 我们一天做三组 坚持一周 我们去感受一下 我们手臂 线条的一个变化 同时呢 在增强你的肌肉能力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的手臂 已经变得纤细了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关注我 下期再分享更多 精彩的舞蹈小知识 再见